很多人家中都有不要了或是穿不到的衣服 可是你知道嗎 這些成了回收衣之後 其實還可以用來做ESG 怎麼做呢 現在有服飾品牌就發現了這一點 比方說像是這樣子的醉布料 或者說穿不到了的破碎衣服 都可以拿來循環力量成為燃料棒 代替煤炭的SRF就完成 這是UNIQLO看準就衣熱脂膏和燃料棒大廠合作 每個月把無法再利用的廢衣運送過來 一年就可以製成千噸燃料棒 那假設幾千噸的量 我們可以做的燃料棒就是1比1 幾乎是1比1 是動力煤炭的熱脂是相當的 1比1可以提換 所以可以減少大概30%左右的碳排 廢衣製成燃料棒是就衣循環經濟最後一里路 不過在這之前呢 你去給我了 UNIQLO從2014年開始號召消費者捐贈二手衣 截至目前已經捐贈16萬件 而無法捐的就和在地設計師合作 重新打造成裝置藝術 另外還有 UNIQLO的羽絨衣UQ迷肯定不陌生 回繡衣服經過裁切及高速旋轉技術 把羽絨羽毛和衣料仔細分離 洗淨後就能回到全新的羽絨製成 從2018年到2021年中 已經回收78萬件 相當於減碳21% 用再生的商品它本身的剪裁是非常中性的 而且又是一個符合環保衣室的一個商品 大家穿在身上也會覺得非常的溫暖以及安心 外套以外牛仔褲也要環保 UNIQLO開創Blue Cycle藍色循環 高科技清洗技術生態時代替火山時 減少洗滴次數和過往水洗方式相比 省下99%用水量 也就是說牛仔褲在生產時 只要一個茶杯水量就能製成 品質品牌要達到永續 當然衣服的材質很重要 因為我現在身上穿的這件外套來說 你可能會很驚訝 因為它是用寶特瓶製成的 接下來經過一系列的環保製成之後 變成再生鋸脂纖維 再形成永續的服飾 40%到80%回收寶特瓶砂 比傳統鋸脂砂減少1%排碳 相當於7萬顆松樹洗碳量 只做出來消費者所需要的商品 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個永續的一個概念 知道為什麼做而做之外 這件事情釐清好之外 我覺得把它給傳達出去 那傳達到每一個的員工 大家都知道之後 我覺得年紀的力量會是很大的 從商品創造循環經濟 更有19家路面店採用綠電 誰說不事業不能兼顧環保 Mini Pro搶進ESG要凸顯 快時尚的永續浪潮正在崛起 雨野新聞你們會將會先 台南也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